我们最后再把成功与失败第三个部分 也给大家讲解完毕吧 这个是比较长 不过内容非常不错 我们看the talent of success 就是成功的这个天分 talent是天才天分 有些人做什么事都很容易成功 他就讲那个人是天才 做什么都是成功的 这个成功 有成功的人那种他的天分 所谓成功的这个天分 其实就是这样子 is nothing more than 只不过是这样子而已 就是nothing more than 这里有补充 nothing more than就等于no more than 就等于only的意思 那如果是no less than 就等于跟什么一样多 好 这个就给同学做参考 这边是用nothing more than 就是only 所以我们就翻成说 哎呀成功这个天分 只不过是如何 好 do it well 那do it well就是 把事情做好 什么事情 whatever you do whatever you do就是 不论你做什么事情 都把它do in well 做好 好 这个是 有没有看到 这个 要跟同学稍微提醒一下 有同学一定认为说 老师这个不就是进行事吗 正在做吗 不是哦 如果你是进行事的话 那么主词一定是人 才会有进行事 可是这个主词 是指成功的天分 这个是讲事情 所以这个不是说正在做 好 这个是动名词 当主词补语 如果你是讲说正在做 那这个do it就叫做 现在分词 表示正在进行 这个不是哦 这是动名词 是把你做的 所有一切事情 都给它做好 而不要想到 就是 without a sort of sort 当名词 是想法 想到 或者是有什么念头 without a sort of 而不要有一丝的念头 什么念头 fame fame是什么 名 追求名望 好 所以呢 成功的那个天赋 有些人很容易就成功 他只不过是 把自己该做的任何一件事情 好好的去做 不要去想得到什么名利 不要去想这个东西 你就认真做 这样就够了 这样就会成功 这个就叫成功的天赋 你看 人家的看法 跟我们看法 好像都不太一样吧 我们讲说 我一定要成功 我一定要考当什么 台大医学系 然后光药祖宗啊 对不对 那这边讲的时候 成功就成功了 这个台大医学系 出来也是当医生嘛 台湾那么多医生 台大医学系 当医生 也是医生而已嘛 最主要还是 要发挥爱心 好 帮助病患 造福病人 这个才是 棒的一个医生 跟台大医学系 没有关系 不要老是想那个名字 名望 OK 这样懂了吗 好 第二个 My great concern 这是谁讲的 Abraham Lincoln 这是林肯讲的啦 我们看林肯说了什么 这个名人俊语 他说My great concern 我最关心的 great的是程度 concern是关心 我最关心的 It's not A but B 有没有看到 A就是whether子句 B也是whether子句 是否 是否 好 not a but B 就是 A B 语法要语字 这就是whether子句 在对称 两个whether子句 在对称 因为他用了 对称的结构 not a but B 好 不是A 而是B 他说啊 林肯说 我最关心的 并不是 你是不是已经失败了 我不关心这个 你失败成功 我不关心 你失败我也不关心 我比较关心的 你是不是对于你的失败 无怨无悔 contented with 就是对什么满足 对什么很满意 我就算失败了 我还是很满意 为什么 我从失败中 得到很多的教训 我从失败中 得到很多将来成功的 那个因素 林肯关心这一个 失败算什么 那只是过程而已 对不对 但是 失败了 要心甘情愿接受 一定有所过失 我们才会失败嘛 对不对 那就从失败中 这个寻找 动力 再继续努力 好了 你说这一片 这个文具 漂亮不漂亮 漂亮啊 真的太漂亮 好 后面再一个补充 to one's horse content to one's to就是到 比如说 我吃吃吃 一直是吃到 我的心都很满意 很满足了 就是我们讲的 我痛吃一顿 我们讲痛吃一顿 英文怎么翻呢 就是我吃到 很满足为止 那就是 I eat to my heart's content 就这样子 就是我尽情地吃 英文就是翻译成 I can eat to my heart's content 好 OK 这样了解了吧 林肯关心的 不是你失败了 而是关心 你对于这个失败 是不是甘愿 是不是无怨无悔 他要问这个 你是不是心甘情愿 接受这个失败 好啊 最后一个 我们来看一看 There's no greater guide to什么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集的 没有一个什么比 什么更好的 更棒的 这是A B 在比较 这个跟这个 在做比较了 在做比较 No greater A 这是A 好 卖向成功 No 没有一个东西 比这个 比后面这个东西 更 能够 指导我们 迈向成功了 也就是 后面这个东西 最能够 引导我们 迈向成功 这是 最高级 转用 比较级的方式 来写 好 明年明年 他都利用很多 很优雅 很棒的语法 很棒的句型 来写出来的 好 盖的 盖的是什么 想导 To success 这个 迈向成功的 想导 指导 引导 好 没有一个 比后面这个 更棒的引导了 要迈向成功 没有一个 比后面这个东西 这更棒的 引导了 后面这个东西 是最棒最棒的 引导 最棒最棒的 指导 那后面是什么 The lesson 是教训 这个教训 是谁给的 谁交给 谁一个教训 这个教训是 taught 因为 教给我一个教训 这个是用 教 这个taught 就是teach 它的过去分子 by our own mistake mistake是什么 过失 错误 那就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过失 所教给我们的 教训 从过失中 习得的教训 没有一个 比这种教训 还要 对于成功 更棒的引导了 那就是 成功 最棒最棒的 引导 就是 我们从错误中 所学到的 教训 所以 我们的错误 我们的失败 给我们的教训 这个算什么 这个就是 成功 以后我们成功 最棒的一个 引导 最棒的一个 指导 是不是 好了 经过这一些 成功失败的 名人 名言的讲解之后 我们对成功 要看得淡然一点 对失败 也不要太在意 反正 你做什么事情 就是好好努力 去 去把它做好 不要脑筋 一直想说 我要 这个 做什么事情 为了要得到钱 为了要得到职位 为了要得到什么名誉 不要去想那些 这个落里八说的事情 你就是好好做就对了 OK 这就会成功 好了 成功跟失败 老师就讲解到这个地方